好回到来新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的梦想人物的单元要聊设计谈创意书梦想 那今天的梦想人物蛮特别的 是因为这段时间要在疫情期间 我相信每一天这个下午两点钟 看防疫中心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已经成为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常了 但除了这些政府官员 或者说一些政府所委聘的这些专家学者之外 这些民间里面的一些医疗专家 经常在一些媒体上面平台上面 来帮助大家了解这个疫情 疫苗病毒等等 也变成了大家很需要的这些资讯资讯的来源 所以在过程当中 我相信很多人越来越认识一些 有网红等级的这样的一些医师 那里头的话有一位医师 我自己特别有注意到 然后才发现说 原来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部落客 但重点在于说 他为了这个疫情几乎每天 住在他的脸书上也好 然后在他这个这样流行的clubhouse 去开房间 或者在podcast里面说疫情 但是他事实上已经不须一失了 他是旅游达人 这感觉上好像两个 这个角色有点冲突 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这个梦想人生 为什么会在台湾 尤其在台湾 很多人把医生当为一个梦想的职业 但是他却放弃了 这个医师的高薪 决定要去当一个自由自在的旅游达人呢 好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 前太大的感染科的医师 林氏碧 他事实上本名叫做孔祥琪 哈喽 林医师孔医师你好 早安 台湾军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所以呢 林氏碧是你的笔名 对不对 对对 OK孔祥琪是你的本名 对 好那你什么时候辞职不当医师的 那个三年前 三年前就离开台大医院 我当然还有那个医师执照 然后我的感染科医师 那个医师专科都保持着 就觉得有一天假如混不下去的时候 可以回去医界混口饭吃 那可是目前就是没有在医界工作 OK所以你现在并没有在职业就是了 对不对 没有开诊所 因为有些是离开医院 但是他自己开诊所 你也并没有开诊所 对对因为我就是全新 就是在这个疫情之前 就等于变成全职的旅游部落客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因为 还是因为你的医疗专业认识你 就这段时间了 但很多人当然是喜欢去日本玩的会认识你 但我说因为这段时间 你还是回到了你这个医疗的老本业 所以大家很熟悉 但是大概很难想到说 会有人要放掉这个医生的行业 去当一个全职的旅游部落客 所以为什么三年前你会做这个决定 大家可能有点印象 我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有人检举 公务员是不能兼职的 可是那个其实只是最后发生的一个契机 因为我之前其实最后在台大的 也许两三年 我已经是觉得有点累了 因为要当一个台大的医师 大家当然知道台大医师是教学服务研究都要兼顾 然后非常辛苦 你要付出全部的心力 那才可以在那里生存下去 然后可是要当一个顶尖的旅游部落客 其实也很难 也是要付出非常大的心力 所以我们过去觉得 我的两个身份会让我越来越分身乏术 那我势必一定要有所选择 不然我觉得我两边都会做不好 一年后回头也许就 被台大扫地出门 然后身为部落客也过气了 两边都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所取舍 所以我那两三年其实就一直在思考 我的下半辈子 应该什么样的人生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选择 对我个人来说不困难 可能说服家人比较困难 可是我个人觉得我当一个旅游部落客 获得的成就感远大于当医生 真的啊 我觉得在台湾 或是说在医生这个行业里面 我觉得赋予大家都赋予他非常多的光环 尤其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你要讲这个话 其实还蛮要有勇气的 会不会 就是说你要告诉大家说 一般人可能想到的是 医生就是一个 大家蛮尊敬你的行业 对 然后你也饿不死 所以这样感染科医师收入也不高 就大概过得去 那是现在 我觉得那是现在 以前都会觉得说 医师是一个高收入的行业 但是这些年当然 现在状况大概越来越知道 什么五大接空啊等等 可能没那么好了 所以他就是一个是经济来源 一个是社会地位啦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所以像我妈妈其实应该是我 最要花力气说服的 因为 因为他其实就从小栽培嘛 然后真的 好不容易在台大留下来当主治医师 然后就放弃掉 他当然也是比较不能接受 那可是我自己就是觉得 我当主治医师其实十年超过了 然后在从小在 学生时代就在医学院嘛 当医生其实有 大概连住院医师的话 十七年 那我觉得我 一路以来那个够了 我觉得就是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医学的环境 台湾现在的医学的环境 其实也有一些 有点累 健保制度或等等的 一定关系的 我觉得做的有点累 那刚刚说到医学 教学服务这些 我很喜欢教学生 我觉得这些学生好像越来越 会让我热情越来越少 因为学生们好像越来越没有反应 没有回馈 是是是我去演讲也这种感觉 有点累 那所以可是反过来 我在旅游这边 哇我就觉得 比方说我会受到日本观光厅的正式邀请 然后中京都正式邀请我去做一个采访 我在这里获得的成就感很高 我想没有人不喜欢旅游 那可是你这个嗜好 你喜欢的东西可以变成职业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分 不是说我对展览科没有热情 这一年你看大家看我 在帮大家卫教 很明显展览科也是我的兴趣 这是没有错的 那可是展览跟旅游 都是我的兴趣 那能有源源不绝的兴趣 生出来的那种热情的话 旅游很明显 对我来说是更胜一口的 所以真的要我选择 我就觉得当一个旅游部落客 过着不一定是下半分 可能是下三分之一分 我觉得还不错 这样的人生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不是要回推到你一开始 在选择医学院 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于那种 不管是什么玄弧济世啦 或者说医师穿上白袍 这样一个角色本身 这样子的一个认同 跟他的执着 如果是有些人是很投入的话 他可能让他做选择 他不会做这种选择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除了你刚描述到说 现在的医界的环境 医病的关系 然后可能如果是教学 教学上面的这个师生之间的 这种互动的关系 有没有再往前推 就是说你 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本来就有别的梦想 别的兴趣 所以会到最后 你都已经当上了台大感染科的医师了 你做选择的时候 还是会做出这个 让一般人觉得说 比较有点意外的选择 南轩姐 这倒是这样 因为讲的是一个 从小就以当医生为直至 梦想的人 那大概不会那么轻易放弃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意思 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 不知道自己兴趣在哪里的小孩 可能就是一路就考第一支援 成绩不错 成绩到了就去念 所以其实我的前半生 学生时代其实是很懵懂的 我没有特别想当医生 我觉得跟很多小孩都一样 是你大妈想当你当医生 所以我觉得你很棒的地方在于说 我觉得你很真心很诚实 从刚才我们这样一路讲到前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你说真正当医生 有很多是属于自己从小就很想梦想 当什么使怀泽啊 当什么 好像你就懵懵懂懂的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应该理论上要 帮助小朋友真的找到他的性向 兴趣对不对 那我就是成绩都不错 好像也都有兴趣 可是也都没有兴趣 都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所以我的就是我常觉得 我的这个学师历程 对小朋友学生们说 没有什么帮助 可是我进去医界之后 我很早就建立了 我对感染课的兴趣 这个又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因为通常进去当医生之后 你还要再选择一次你的兴趣 你要走内科外科 又是一次门槛 而这里我反而又跟别人不一样 我五年级就立志要走感染科了 对因为我对感染科的兴趣 反而是建立的很早 那为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 我常常跟大家讲 因为现在新闻上很红的一位老师 李秉颖老师 李秉颖老师之后 我就觉得哇 我想当这样的 又风趣 然后学士渊博 然后很有自己的组件的老师 哇我觉得很喜欢这样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说 在求学的过程里面 或者在自己这个 不管是这个思想启蒙啦 人格塑造过程里面 其实碰到一个自己很欣赏的对象 未必要讲偶像 就一个对象 欣赏他 你想要成为他 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很多人也许 小朋友要建立志向的时候 看到一个role model 对不对 常常就是追寻这个model走过去 我觉得是常见的 像我们上个礼拜访问一个 也是梦想人物 他就立志 他就是在网络上面做一些 给偏乡小朋友用的教材 然后是科学性的教材 科普的教材 颜天号 颜巴哥哥 他的role model就是成霸 就台东书屋 孩子的书屋的成霸 他从此之后就这样子投入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讲到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 其实蛮重要的 有个你想要成为的对象 那所以对你来说的话 在追求 那所以其实旅行 这件事情刚刚讲给你成就感 但是呢你还说 可能接下来的另外三分之一人生 可能听起来还会有变数 所以你也是给自己一个 比较不设限的人生的人 可是其实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我就摩羯座啊土相 不喜欢冒险 所以刚刚听起来就有点 很怪 对啊你这样子 真的是一个不喜欢冒险的人 可能应该不太可能会放弃 台大医院医师 公职医师的身份 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你对自己的认识不清 还是说你对于人生道路 我听说已经很接近水瓶座了 应该是水瓶座在作祟 真的吗 我觉得对啊 因为你你的人生道路的选择 其实你给自己很大的自由跟弹性啊 我觉得你还蛮随着心走的不是吗 前半段其实就是父母的框架 怎么走就怎么走 我是跟科幣一样重考 重考从台大医科的 建中毕业那年 我自己觉得没有考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念什么 然后我就照那个分数填 因为第二类组 第三类组都可以填嘛 然后第二类组我就填了一些台大机械 填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根本不知道机械系要干嘛 好吧 你没有考好 你没有考好考上台大机械系哦 对因为我原来在建中 那个我那一班我大概都可以五到十名左右 哇塞真的学霸 我大概可以上个阳明长庚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可是第三类组我落到北一 然后北一他到第二类组的话 那个分数台大机械还够这样 大概是这种 那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我失常了 哇塞你真的是 华尔斯显然是一个学霸 好 所以当摆在眼前的路这么多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蛮嫉妒的 但是呢 却成为了这个临世币的可能的困扰 就不断的追求自己 或者要找到自己的真爱 或是天命 我们修学再回来继续聊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线上邀请到的 在过去这段时间 在疫情期间呢 非常的活跃 提供给大家 通过不同的管道了 包括呢 他自己的粉丝页 包括他的部落格 包括了这个podcast 包括了这个clubhouse等等 那提供大家这个对于疫情 这个最新的一些分析 一些看法跟一些建议 他是呢 一师临世币 哎 临世你现在应该40岁了没 有我超过40岁了 你超过40岁了 所以你等于在一个青壮时期 其实你还给自己相当大的弹性 可以转换跑道 拥临世业 对对对 前中年应该这样讲 因为现在中年的时间又拉长 前中年还可以转业 对而且转到一个 坦白讲 转到一个我觉得看起来 不太像是行业的行业 你不觉得吗 所以那时候的旅游部落格 那已经营造了 打造了一个蛮好的基础了吗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把握吗 对因为就是经过那几年 然后我不太做业配的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部落格或网红 会业配嘛 对对 那可是我觉得业配就是会 两面刃 可能因为这样赚钱 可是读者对你的信任感会下降 那所以我通常获得是那种 我刚刚说有日本的观光单位 会有很多这样的需求 对 那不要只能去采访 而这种采访就会有费用 对 从这些 然后会有一些政府的标案 然后他需要 比方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小地方 今年就花了100万日币 他要请台湾的部落客们去宣传 或媒体去宣传 你去争取这些东西 而你写这些东西 其实就不会太有广告感 所以他们其实也给你很大的弹性 他就请你去五天事业 比如在部落客这个职业出现之前 有很多是这样的媒体团 现在都还很多 所以邀请一个报社的记者去 电视台对彩线 他也不会给你 他不会给你什么强制什么样 他就说请你帮我们曝光一下 对吧 这个地方 所以很自由 他不会跟你说什么 你写出来 你还要给他审导什么的 不会 所以他等于是在你三年前正式的 你说因为有人检举的关系 因为你就是代表 因为你这边是有收入的嘛 所以你后来决定放弃掉台大医师 所以再等于在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你已经有稳定的 类似你刚刚讲到的是 这一些去采线啦 去访问啦等等的收入 当然 所以你才做了这样的选择 骂然的整这条路走下去的 对看你现在包括布洛克 布洛克你已经 我看你的粉丝业有流量 有上益对不对 布洛克的流量 大概三年前就上益了 然后我主要发声的管道就是有一个粉丝团 现在应该96万人了 就是演书的粉丝团了 所以你在之前还在当职业医师的时候 这是一个你当初的心情出口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应该说一开始啊 南轩井记不记得大概2007年左右 那个时代是部落格的时代 无名挑战啊 有有有有有有 我也曾经有过 然後去寫一個部落格 沒錯沒錯 當然後面風潮就沒有那麼多了 可是那時候我的確一開始只是寫好玩的 當自己的日記在寫 然後去日本玩記錄一下自己的心得 是給自己看的 因為比方說我這次去東京 我做了一些研究 我有十碗拉麵想吃 可是我不可能一次吃完 那東京我會常常去 所以我就寄下來 這次做的 那我下次再去 結果就越寫越多 然後不小心越來越多人看 就是無心插流 沒有人寫部落格是一開始就想說 我一定要變成一個頂尖的部落格 然後以後要以此為業 沒有人是這樣想的 一開始都是如心插流這樣寫出來 但是你說把它當作像日記 代表說你這個人 日記也寫得蠻認真的 你是經常去日本玩 然後就把每一次完了以後的心得跟攻略 是不是 吃的喝的玩的住的等等 都把它做記錄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擅長的是整理 其實醫學院的訓練也有關係 我們醫學院有一種東西叫做共筆 共同筆記 然後就是要把老師那個大家都聽不太懂的課 然後簡單的這樣整理給全班同學看 所以這就叫有點像懶人包的東西 我覺得我是專門整理這樣的東西 像什麼東京交通攻略懶人包 住宿懶人包 而不是寫那種那個 閃文式的 我覺得遊戲當然有人寫得很好 可是我自己覺得寫那種功能性的文章會幫助更多人 所以你那時候就想說幫自己也幫別人就是了 對對對 嗯OK 這真的還蠻好玩的 不過我覺得就這個過程來說 看起來我覺得你的家人也扮演了一個蠻大的角色 就是讓你去選擇 就我們剛講的假設有兩條不同的夢想的道路 你選擇了不要醫生 而去選擇了另外一個旅遊達人 好像跟你家人 就想要陪伴他們等等是有關係的 也跟你這個名字有關對不對 你的名字筆名其實是來自於你的老婆 因為我那時候開始寫部落歌 我就想要取什麼名字 對 然後好像就突然突發奇想 有人跟我說這是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不是我覺得很悲慘 為什麼 因為就是只有我老婆 在路邊看到我覺得 啊這是一個樸玉 裡面有樸玉把我撿起來 別人都把我當成路邊的石頭 就是一路一次的感情不順 就是那個很悲傷的故事 所以我就是林氏璧啊 覺得林氏覺得我是美玉這樣 哦 因為林氏璧我當初在看到 就是我 我是看到你在講公衛感 講這次疫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名字呢 那麼像何氏璧啊 後來呢 就是本故就是出自黃飛子的何氏璧 沒有錯 真的嗎 就何氏璧就是 呃 他懷弼 但是那個在講懷弼其罪的故事 但是呢 他意思就是只有他認出 他是一塊豪玉就是了 所以只有你老婆林氏 他認出 我老婆才姓林 沒錯 我喜歡日本 跟後來我選擇可以完全走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都跟老婆有關 真的嗎 因為我老婆非常喜歡去東京自助旅行 我遇見他之前沒有沒有 我去過東京自助過一次 玩了二十幾天 我就覺得一輩子不用再去了 我就開始玩歐洲 玩美國 一般人會這樣子 對 直到遇到我老婆 他就是有價就往東京跑 然後我就被他帶壞了 就啟發了 然後才發現原來這個 跟自己喜歡的人去東京自助 可以看到多少不一樣的風景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一個浪漫的愛情故事 我覺得他至少很勵志 我很少聽到愛情故事很勵志的 就是很勵志的愛情故事 就第一個 沒人用的人 一定會遇得到欣賞你的人 對對對 那他會對你取名林勢弊 就如此的感念他 然後呢也因為這個名字而爆紅 他有沒有什麼反應 他很驕傲於他眼光獨到吧 真的 因為我老婆也在醫院工作 所以他就找到這一室 所以 我們其實也可以選擇 我們兩個都離開 因為 本來自助課的文章就是 我跟老婆一起寫 他也寫了他的部分 可是我們當然 還是要限時一點 留一個人 有穩定的工作 所以其實我現在主要就是 被老婆養的 所以老婆很感謝他 他不但在路邊撿起了你 他還負擔起很穩定養家的工作 讓你這樣的去玩 因為他在私人醫院工作 所以他是因為堅持的問題 OK OK 好 所以原來這個背後還有一個蠻 蠻勵志的愛情故事 除了我覺得有一個蠻棒的選擇 人生夢想路的故事之外 好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繼續聊 好 回到來訓時間 繼續和線上邀請到的呢 林士碧 他是前台大感染科的醫師 那在這段過程當中 對疫情有蠻多的 我覺得很像公共服務 他自己本身已經在三年前 轉型作為全職的 專業的旅遊達人 有一個專門玩日本自助旅遊的 粉絲業跟部落格 好 所以回過頭來看 我認識了 讓我認識到林士碧這個人 其實是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你是怎麼樣的決定 重新開始 這麼積極的投入 原本覺得要放棄的醫療這條路 而且你是很認真 其實不是故意的 因為你記不記得去年年初的時候 日本疫情先比較嚴重 鑽石公主號 所謂的鑽石公主號 應該印象深刻 然後在日本第一次緊急事團宣言 四月之前 其實我們跟日本還是可以交流的 就是可以旅遊 所以有很多我的讀者都在問我說 到底我東京的機票 旅遊要不要取消 因為那時候東京疫情開始比較嚴重 對 北海到底嚴重 所以那時候寫這個疫情的 那個流行狀況 是一種旅遊文 啊 了解了 這是有所需要看到的 我要告訴分析他們這個風險 然後介紹這個疾病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我這十年 部落格生涯中也發生過 因為日本是一個麻疹疫苗 沒有施打非常好的地方 他們麻疹 德國麻疹都沒有根除 所以像我常常就要跟讀者解釋 你這個小朋友 因為一歲才會打MNR這個疫苗 小朋友假如一歲以前 不要再去日本玩 東南亞美國商都一樣 因為你還沒有免疫力 所以我其實日本有時候 疫情流行的時候 我就會寫麻疹懶人包 提醒大家 所以你是一個提供非常多 醫療健康訊息的旅遊達人 對 旅遊醫學 對 可是後來當然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不能去日本了 然後回過程來 我已經發現我每一天都在寫新冠的資訊 所以這不是一個刻意的轉型的過程 所以在那種氛圍下 你不可能寫旅遊了 又不能去 然後那又是大家關心的議題 所以就變成整天都在分析疫情 在寫疫苗然後病毒本身的消息 對 而且事實上也就不能夠去日本玩了 你本身就算說你是旅遊達人 你也沒有辦法去 所以 你有過這個衝動想要回到第一線嗎 這個問題在柯P在這次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有過一個 退休醫護的徵召令 就是希望大家回來幫忙 你有嗎 那時候有問過我 我想不想回去 可是我那時候回答他的是 我覺得我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都在防疫的第一線 在衛教的第一線 那我覺得我這個角色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你看 在過去五月中到現在 醫生們都好忙 特別是感染科醫師 那他們忙到他們幾乎 你看他們一個半天就要去排檢 一個篩檢站 我老婆也要做這種事 然後就很累很累 大熱天之下穿那樣 所以醫生根本沒有時間去好好念書 好好念新出的論文 我覺得我應該是全台灣最閒的感染科醫師 我有時間做這件事 然後上電視節目幫大家衛教 我個人覺得我自己也是在第一線 所以也是很重要的功能 不只是你剛剛講到的第一線 真正的這些醫療醫生醫護人員 我也覺得我們的防疫中心 有些時候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開會開的太多了 是不是有些時候也太忙了 我後來真的是覺得他們對於 全球發生的最新的一些 不管是疫情的疫苗的防疫的抗疫的 一些措施等等 不見得那麼快掌握 所以我也覺得像媒體 其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就是把這個訊息不斷的傳播 那當然也更專業 對啊我覺得是這樣子沒錯 說到這個這一年其實我也很努力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指揮中心 這些專家會議 然後上次後面做的羅傅 羅傅是我小一屆的學弟 所以盧依君 盧依君部署長 然後張上淳當然是我的恩師 所以我們這些人其實都在LINE群組裡 大家其實都會很熱烈的討論一些事 所以我這一年從去年 暫時公主號開始 反正我要發一個臉書文的時候 我就會把一個專業版就發在LINE群組裡 因為我反正都整理了 然後會把像是reference 那個paper就直接丟進去 所以一年以來我就會發現很多醫生 忽然在演講或是遇到我的時候 就說孔醫師很感謝你 因為我們都沒有時間念書 然後你這樣一直丟新的資訊給我們 他們覺得很棒 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無症狀感染者 無症狀感染者這件事最早 其實早在暫時公主號上就發現了 那高達其實是四五成 全部都是無症狀感染者 那應該是全世界最早進行的一次普篩 全傳普篩 那所以因為我那時候 整天無聊天在那邊報道 所以我覺得全台灣的感染科醫師 很早就注意到無症狀感染者這件事 所以最近的資訊我們要隨時接軌這樣 對啊 但是你這樣講 那麼早以前你就這樣不斷提醒 可是問題我們對於無症狀感染者 最後做出決策要進行廣塞 不管叫廣塞還是普篩好了 也是最近的事情啊 沒錯 因為前一年 落後了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比林英老師為主的一些人的想法 是要針對有症狀的裁塞點 對啊 那可是後來就想法改變了嘛 你現在明顯現在為了要防範Delta 所以我們現在進來 哇 要塞三次嘛 對 其實這個邊境進來要普篩這件事 其實我也講了半年左右吧 因為就是要問我意見的話 我會覺得要篩 而且最好是在隔離後 14天它出來前應該要篩 因為你要抓那個無症狀感染者 對啊 現在做總比不做好了 對啊 所以你就發現說 雖然我們盡量的 包括你剛剛講盡力的在第一線 也是一個防疫第一線 這個提供資訊 但是資訊要走到決策 這個中間的落差的時間 當然還是要 就是現在疫苗的問題 也有很多這樣的問題嘛 沒錯 所以我們要休閒回來要回來談這個 我們希望這個時間的落差 不要再像剛才講到的這個無症狀 幾乎是半年多一年的時間 才做出一個正確的決策來 我們繼續馬上回來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藍燻時間 繼續和線上 邀請到的臨時 畢醫師 也就是孔祥奇醫師來聊天 既然聊到了這個 重新回到防疫第一線的 曾經在台大醫院 這工作的感染科醫師 他雖然現在是旅遊達人 我們就抓住機會 讓他談談目前 這個最重要的 我覺得有些事情 要讓大家更清楚知道的是 疫苗的施打 現在我們進到了一個 疫苗施打高峰期 到底可不可以混打 然後我們的疫苗的狀況 夠不夠 接下來應該怎麼樣採買 你的看法咧 最近記者會 記者就是混打混打 一直問一直問 其實張康晨老師 答案其實很清楚 因為很簡單的答案就是說 混打應該要累積更多的證據 因為混打是有風險的 因為目前大家不是看到 有一些歐洲出來的研究說 主要是AZ或BNT這種順序 看起來這個抗體 還有這個細胞免疫 都可以比較好 可是你要知道 這是有點像免疫條件 對吧 你這個抗體高 是不是真的能反應 它就有比較好的保護力 跟防重症率 不知道 這可能要大型的 在追蹤 人數才看得到 這有點像國產疫苗的爭議 對吧 你測到綜合抗體高 不一定代表方互利好 第二個是你不能忽略它的風險 因為我們目前打的這些平台的疫苗 都還沒有很長期的追蹤過 他們都是第一次在人身上 我指的是腺病毒載起的AZ 還有NNA 莫德納的輝瑞 它一直到最近 它還在出人疫苗的出現一些 我們之前沒有預期到的副作用 對 沒錯 包括年輕人的心肌炎 然後AZ的那種稀有的血栓 對 還有玄金性的 你假如混打 混打這兩種疫苗 AZ或莫德納 你其實是承受兩種疫苗的風險 嗯哼 而且人家應該聽過 AZ是第一劑比較嚴重 比較不舒服 那莫德納是第二劑 比較不舒服 那我常開玩笑說 那你就等於混打 就是被火車撞兩次 也許你可以獲得比較好的免疫力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要 很仔細的平衡 它到底得失是如何這樣 對 可是人醫師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它還沒有大規模的 這個實驗確實規模不夠大 但是你看到呢 過去從五月份開始 五月份六月份到七月份 什麼西班牙啦 英國啦 德國啦 加拿大啦 都有一些研究報告出來 都告訴大家說呢 混打基本上 事實上會比同樣的兩劑打AZ 效果來得好 它甚至連最新的這個 我看前前上個禮拜 那就是新英格蘭雜誌 先前都是說AZ打輝瑞 這個是被很多的國家鼓勵 就是OK 也不能講鼓勵 就是OK 甚至效果會更好的 現在連AZ加Moderna 新英格蘭雜誌 都有這個相關的數字了 對對對 那所以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陸續會有大型研究出來的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那種幾十人幾百人 過一錯然後去測它的抗體 可是我相信因為他們混打已經開始了 他們其實是被逼混打的 人群GVG的那個都是AZ的血栓 所以他們就被年齡射限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人後收為主 AV打BG之後 他就建議你要避開AZ 所以就混了 所以我相信大概在不出一兩個月 我們會有比較大型的 這樣混打到底保護力大概是多少 你說的大規模 就是因為直接打到人的身上去了就是了 沒錯 而且還有比較大連數的安全性的追蹤 我相信都會有的 那等到那個資料再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安心一點 另外要不要真的推出混打 也要看你疫苗夠不夠 對對對對對 要看你走上有什麼疫苗 因為我覺得難以決定 因為你看我們現在有 明年訂閱一邊莫德納 然後BNT有1500萬訂單 可是AZ後面也還有1000萬 後續的 所以我覺得比方說到9月的時候 你要看我們走上那個時候是怎麼樣 比方說結果是滿手MRNA AZ反而到貨比較遲的話 那你是被逼 就要考慮這樣混打是不是 你實際 而且其實做出來好像免疫力反而還更好 那國家一定會認真考慮 假如後續是AZ一直來 原來那根本就到貨又延遲 即使覺得學禮可以混 你也沒有東西可以混 所以一個就是到貨的實質狀況 一個就是可能在目前的一些規模大小的試驗裡面是怎麼樣 你剛剛在講9月份 其實9月份我覺得現在大家看到的是AZ加國外是BNT 我們在討論說可不可以去混莫德納 事實上到了9月份搞不好BNT進來的比莫德納多 對不對 我也覺得我希望是這樣 那現在應該有注意到很多人都是打了第一季的AZ 對 然後我們延遲到10到12週才打第二季 所以到那個時候會有很多人面臨他第二季要打了 那假如真的那時候我們手上反而是BNT比較多 我覺得這個政策大概就水到渠成了 大概就可以給了 那我自己是比較在乎我覺得 我不會再贊成目前就大量的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他有風險 在國外的大量資料還沒出來前 我覺得可以從前線的去掉第二類 去掉一個官員 第一類跟第三類 醫生嘛 然後邊境人員 防疫計程車司機或是這些空服員 他們是未來會面臨Delta進來的時候的第一線 我們的防線 所以我們應該聽過 一劑疫苗 保護率對Delta是不夠的 保護率會降到三成左右 連BNT都是降到三成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要趕快打上他們的第二季 不管是AZ AZ 莫德納莫德納 或是我們給他AZ混莫德納的選擇 這個要趕快決定 現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不是以實驗為名 已經在打第二季的莫德納了嗎 應該人數沒有太多 我知道的啦 大概挺多 每組五十個人這樣子 很少 你完全知道第一線可以照顧 真的醫院照顧新冠的醫護人員 好像就是五六萬人吧 平常現在也沒有收這麼多 所以差多人應該盡快 對 我覺得這一群人應該以平常試驗的名義 就讓他們有混打的機會 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混打 混打會有風險 我覺得要讓他們有選擇性 像梅克爾一樣混打 對對對 他算是很勇敢的 好 對我要問那個次世代疫苗 次世代意思就是說 可以去因應接下來的變種病毒 對不對 因為我買了三千多萬劑 沒錯 我沒有看到這個 就是無禮物中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可是我自己覺得 這是很棒的 超前部 日本才多買了五千萬 也是莫德納 也是次世代 我們晚兩天下這個訂單 很棒 因為 那莫德納其實很快的 他已經針對 目前 免疫逃逸最嚴重的 就是β 南非變種病毒 那莫德納跟BNT都設計了一款 新的次世代疫苗 那他們已經很快的做了很小型 大概只有40個人的臨床試驗 所以一樣就是發現 打了這個南非這個新的 可以把抗體吹起來 他們正在說到底怎麼打第三劑最好 但是他們也做了像流感的多價疫苗 他們把原始株還有南非株放在一起 力量減半 或是只打原始株的第三劑 或是只打南非株的第三劑 他們都有做臨床試驗 那我相信 大概不久後就會有結果出來 所以你看 昨天的上禮拜的記者會 他就寫說這個叫做 Booster Vaccine Candidate 他們還沒有決定這個 第三劑追加應該用什麼 他們正在做實驗 所以 全世界其實比較先進的國家 都在搶這個第三劑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像是 彈性授權 就總而言之我們買了 然後你目前怎麼樣子 Candidate到最後怎麼樣子 決定出最後final的 你慢慢去實驗 我們就買那個 對對我們就買那個 對對對 ok了解了解 因為mRNA疫苗 它是最能很快的做出變動 所以假如又出了一個 這些mRNA疫苗 它可以在六週內做出新的疫苗 這代表就對於明後年 可能出現任何的變種 我們買的這個所謂的次世代 都應該可以去防放給你印印就是了 沒錯沒錯 因為AZ 像這個次單位蛋白都沒有辦法改變得這麼快 嗯嗯嗯 好 終於有一次是超前部署了 好今天很高興呢 跟這個林氏璧聊天啊 這個很愉快 呃有愉快的這個人生夢想的部分 也有呢 談到眼前啊 這個疫情更多更充分的一些呢 呃公衛的訊息 謝謝囉 謝謝 OK 拜拜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